他老味 其實想怎樣 Hello 新朋友 舊朋友 老朋友 大家好 我是奧斯卡 歡迎大家今天回來 看我玩夢境連結R 今天7月1日他更新了 那堆東西已經全部上來了 今天我要講一個 終於出來了的系統 就是亞瑞斯戰場 這個亞瑞斯戰場 就是一個即時PVP戰鬥 即是你遇到的對手 基本上全部都是玩家 很可能一開始的幾個 會不是玩家 但之後那些基本上 你都會遇到玩家 是一個真實玩家的 PVP即時戰鬥 在這裡我先講一下他的獎勵 獎勵 他會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段位獎勵 即是你曾經達到這個分數 然後你就可以拿到相應的獎勵 譬如說我現在已經達到3500分 我可以拿到戰士1的獎勵 那我就拿了 拿了之後你就不可以再拿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一次性的段位獎勵 第二個就是戰區的獎勵 戰區排行榜獎勵 即是說你去到結算日的時候 你排到第幾名就可以拿到相應的獎勵 其實我個人覺得那個結算位是有些長的 20日才一次 最好就是7日一次 大家可以白嫖多些SSR 即是萬能碎片 在這個戰區獎勵 拿到的東西 其實後面那些全部都是bullshit 最重要就是拿這個萬能碎片 我相信這個遊戲 其實大家打到上1000名 應該是沒問題的 我沒試過我自己這個戰力可以打到上幾高級 但我想應該 因為其實我原本的戰力排行都是頭20名內的 我應該都可以打到幾高分 那我們開了這個SSR第一天 這個排行榜到底是怎樣 OK 排行榜有分為本服和戰區 本服的排行就是你自己的server 戰區就是跨服的server的排行 但我看到的排行分數基本上都是30萬以上的戰力 那我也有21萬 打得很勤力 所以說如果你自己的練度沒有很夠 我看到這裡21萬 我想配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之一 所以你說20多萬能否打上去 這個人已經證明了給你看 是可以打上去的 打一場給大家看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你出一隻我出一隻 但是我的戰術就是 讓我儲多些能量我才會出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樣玩 進來之後 其實現在暫時的生態 聽聞 攻擊隊的角色是比較強的 就是攻擊隊的配隊 因為它有西村 也有東蜜 還有大部份攻擊角色 其實是很早之前已經推出了 所以攻擊角色在這個玩法裡 是有一定的好處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PVP 暫時最重要的都是角色的啟原 因為角色的啟原會很影響到 你整個隊伍的血量 以及他的傷害 以及你隊長的血量 所以之前雖然我說過 我不是很急於那個啟原的level 未必一定要馬上去到探之 但如果你想打這個阿瑞斯戰場的話 我建議你就快點把你的啟原升上去 如果不然 你問一下我一多PVP你30多萬 你也不見你成9血了 我就什麼都不出招 我都多你30多萬血 如果我的啟原是去到探之的話 在這裡剛剛都看了兩眼給大家 看到其實西村和東文珍喜俊的美術 在PVP戰場裡面其實是很厲害的 暫時我覺得這個生態在攻擊隊 玩這個阿瑞斯戰場是很有好處的 好 今天影片其實就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阿瑞斯戰場 還有告訴大家 現在我暫時覺得這個阿瑞斯戰場 是偏看你自己角色的練度 即是你的裝備有沒有乖乖地升上去 現在真的是找你底池 看看你的實力去到多少時候 經過了我今天打了一會 這個阿瑞斯戰場 其實現在它有幾個缺點 第一個缺點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這樣 我試過拿手機玩也好 拿模擬器玩也好 我連續打三四波他就斷了一次線 我覺得官方是要快點決定這個問題 不然真的被人罵死你收錢又不做事 不過其實整個系統的獎勵都可以的 即是對於一些中課和微課的玩家 可以靠這個戰場的獎勵 來白嫖到一些萬能碎片幫你升升 提提一下我覺得真的很多人不知道 萬能碎片是不能用你合角色的 他只是用你升升的 有很多人真的不知道這件事 現在再提一次大家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應該留意到 其實我還沒開始抽這個小白 小白我將會是7月2號 我就會直播抽的了 不知道這條影片先出還是我先抽小白呢 無論如何都好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 對阿瑞斯戰場暫時沒有很大認識的你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like這條影片 喜歡這條頻道的話 就subscribe這條頻道 如果有什麼你想知道的話 都歡迎留言告訴大家 我是阿瑞斯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大家記得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